大家好,这里是葱花美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梅干菜肉饼的做法 350克的普通面粉中加入3克盐 一半用100克的开水汤面 另一半用100克的凉水和面 再来把两种面具搅拌在一起 加入15毫升的水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面团揉光滑之后盖上盖子,饧面30分钟 接下来来调一个油酥 碗中加入一大勺面粉 倒入热油,搅拌均匀 再来把梅干菜泡一下 适量的梅干菜装加入温水 浸泡一会儿,钻干水分 放在案板上,稍微切碎一点 炒锅烧热,加入适量的猪油 把肉馅放进去炒一下 肉馅炒至变色之后加入少量的姜末 再分别加入生抽,蚝油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把梅干菜也倒进去 再加入适量的开水 一大勺白糖 翻炒均匀 出锅之前再加入适量的葱花 炒好之后盛出来放凉 按板上撒些干面粉 把面团翻在案板上不用揉 整理成一个长方形 再用擀面杖擀开 我们这里擀成一个厚度约1厘米左右的大面片 擀好之后把油酥倒上去 再用瓜本抹开 油酥抹好之后卷起来 再翻成大小均匀的7个面剂子 取一个面剂子 把切口的地方包起来 再把两头捏在一起 整理成一个圆形 整理好之后 稍微用擀面杖擀开一点 放入适量的梅干菜肉馅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包好之后稍微按压一下 再用擀面杖擀成一个牛舌状 这里尽量擀的稍微薄一点 烙出来会更好吃 电饼趁愈热 多刷一点油 把饼坯放进去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锁住水饭 盖上盖子 用大火来烙 烙大概一分钟左右 翻一下面 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盖上盖子 接着烙 再烙大概一分钟左右 烙至两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烙出来的梅干菜肉饼 外酥里软 层次丰富 有着浓浓的梅干菜香味 喜欢的话 你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了这里